我们趁要干风路啦 谁 看 看春天今天修路 顺便老肖呢 帮我们家这个也给它放起来 到时候我们前面全部一起倒 晚点 晚点 老肖决定把 因为路他只在中间嘛 老肖把屁面上全部倒了 这样最好路关了 但这个钱都算我们的 你看 胡家道是一中心碟 然后往两边三米 这个是边线 就留了这五十分分 我很怕它这五十分分 怕它掉下去 可以 反正我能力 帮我这个 突然给它往外开 春蕾的导备 过来吃点小笑 我们把这个板给它定管固了 不然大量的水泥一来就倒下去 老师傅也来 知道小说怎么点这个板 老少没冰堆 取掉 杨大师傅来了 小小说 多多少 你把我记好 老叫我大巴 历史性的时刻呀 这趟小村终于要到水迷路了 这是韵江的车吗 对话 对话就韵江来了 老公那你赶紧订 赶紧订 赶紧订 速度好快呀 现在早上九点钟没到 说来就来了 我们家呢 师傅已经开始劈内墙了 这条路一倒 我们家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干净了 我们家水电工来了 因为我们也在下面放一条管子 小小等得急死了很久 他们也没想到道路是这么快的一个事情 好再好再 把管子收下去 老师要把这个泥沙铲掉 然后它血泥能够厚一点 我们这里买一条出血管 一直在写上 点净 再下10点钟 小沙铲 小沙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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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开大老家门口了 两位师傅急死了 赶紧点赶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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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小老闆 开心吗 小老闆 开心 老房子 然后小小跟弟弟也要把它给整理一下 有时候挡我了 谢谢师父 平常安静的村里 今天可热闹了 一条路阻隔了 我出来了 他们出不来 爬墙老乡拿把梯子给我 放 搞定 你慢点 你先站在墙头上面 别逗他了 一会儿他跳下去了 然后呢 我下去把你放梯子 我下去就好了 太高了 这样之后 我师父都不出去了 然后我们把水和饭全部都拿进来 哈哈拜拜 怎么办怎么办呢 别别别跳 哎呦妈呀 拜拜今天也被困在这里了 我不吃 我省下来给他们两个吃 我省下来给他们两个吃 哈哈哈哈 大家赶快点 看到 你看老师 大丸酥是很美 我把小玩丸碰出来了 今天影片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再拜拜回家了 哦 来 叫我回家